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么绿色入肝呢,肝脏喜欢绿色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多吃一点绿色的食物 更有助于保护肝脏的健康 维持身体内环境稳定 降低身体的患病风险 那第一个绿色的就是蒲公英 蒲公英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其中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 有助于清理肝脏的垃圾 降低肝火,改善上火 引起的口苦,口臭,脾气暴躁等等问题 那蒲公英的根呢,它还有多种营养成分 能够帮助降低换肝炎的风险 但是它属于寒性食材 如果是脾胃虚弱的人呢 一次性不能吃得太多 第二个绿色的食物就是铜蒲 铜蒲它的香气具有形干气 消食开胃,通便利服的作用 还有特殊气味的挥发油 有助于宽中理气 经常吃点铜蒲呢 有助于肝气抒发 改善肝育气质 所导致的善怒 频频叹气 胸部胀磊等等情况 让你的肝功能越来越强大 肝脏可能会夸你聪明 第三个呢就是西兰花 西兰花的营养丰富 有蔬菜皇冠的称呼 那多吃西兰花呢 有助于改善脂肪肝 它其中呢还含有萝卜硫素 可以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 多吃一点西兰花 也有助于保护肝脏的健康 减少有害物质 在体内滞留 更有助于维持身体内环境的稳定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那第四律呢就是菠菜 菠菜是生活中我们经常吃到的蔬菜 多吃点蔬菜呢 能够起到补充营养物质的作用 其中它还有一些大量的膳食纤维 也有助于润肠通便 预防便秘 那使用菠菜呢 可以通血脉 开胸壳 下气调中 止渴润燥 菠菜中呢 所含的微量元素物质呢 能够促进人体形成代谢 加快肝脏的排毒解毒 减轻肝脏的负担 更有助于维持身体内环境的稳定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